This is a Thai Woni's flag In case you i'm wondering what it is This is a Thai Woni's flag Oh yeah Probably Chinese people they might get really angry if they see it 前阵子英国钢琴家在英国街头弹奏钢琴曲 遭到小粉红出征的事情 后来我们也知道 他拿出了小熊维尼的玩偶 以及小熊维尼的相片 也下退了很多的中国的民众 近日也不知道是台湾观众 还是哪里的观众给他治的招 他又亮出了杀手锏 他拿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也就是台湾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一朝一亮相 现场的中国观众 中国的人越来越少 都避而远之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谈到小粉红翻车的这种事 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过去也发生太多次 这次也很离谱 就是这个英国钢琴家 丢出这个中华民国国旗亮相了之后 很多的中国网友啊 都想着要去出征 当然已经有一些人出征了 但是还有一些人在出征的路上 甚至一些人想要出征 结果胎死腹中 就是在自己的微信群组 被自己家人 自己的微信官方给删除了 被中国自己给删掉了 你说这是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虽然说过去也常常发生这种事 但是想想这种新闻拿出来 每次看到都觉得非常的暖心 也就是说一些中国的一些爱国的同胞 在群组里面聊天 要怎么去反制他 毕竟卡瓦那这个钢琴大师 这次丢出了一个大招嘛 丢出了中华民国国旗 那我们要怎么去反将一军呢 这些小粉就在群组里面聊天 那聊着聊着 有人就把卡瓦那现场的照片丢出来了 这样的一张照片呢 就微信群组过了不久之后 就把他们整个群都给删掉了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暖心的对话 在这个管理员的群组里面 有人发出了一个台湾的国旗 但是这张国旗 青天白日的那个白日的部分 已经放上了中国的五星红旗 然后他发出了那张照片之后 然后他紧接着说 这是今天的后续 他们又出招了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硬死出征管理的管理员 他叫张伟 他说这是啥棋子 然后这个人说 这是中华M国的国旗 当然这个一般大陆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遇到一些敏感词 比如说像中华民国 你就不能把这个全称打出来 你要么其中用一些错别字 比如说中国人喜欢把中华民国 把那个民主的民改成明淡的那个民 就是去世的死人的那个民 就是那个过世的那个民 他们也同时也认为说 中华民国本来就像人一样 已经死掉了 已经是过去世了 所以大多数人中国人 同时是为了降低这个敏感度 所以经常谈到中华民国的时候 会用明淡的这个民来表示 我们就看到群组里面这个人 他不是用错别字 而是用英文字母来代替 他说这是中华M国的国旗 当然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中华民国国旗 然后他还紧接着说 你如果发微博跟大家说的话 一定要像我这样马赛克一下 不知道上面那张能不能过审 微博管得更严 我在帮你批一张更和谐点的账号安全为重 都说爱国了爱国 这个时候还考虑到账号安全 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这些网站 这些听中国共产党话的社群网站 他们怎么可能会封你的号呢 对吧 毕竟你们是爱国 爱国还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唯唯唯唯 打那个谐音字 有必要吗 对吧 想想都觉得很打脸 还要说要帮这张照片 批的更和谐一点 账号安全为重 当然我们看到 他后面又批的那张照片 是直接把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直接覆盖到了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的整个上面 这样看起来的确挺和谐的 整张照片洋溢着这个欣欣向荣的感觉 紧接着说用这张照片没有问题 还能反向羞辱一波 我也不知道这样怎么就反向羞辱了一波 就是觉得这个卡瓦纳 他被你们幻想出来 他举的是中国的国旗 卡瓦纳爱中国 你看台湾人这次你被我们羞辱了吧 他举的是中国国旗 但这老实说不也是你们幻想出来吗 靠批的又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管理员他就回复说 M国美国还是啥呀 这里很显然他看出来好像是没有看懂 这个中华M国是什么意思 我们当然知道另外一个人说中华M国 我就是想表达说那个是中华民国的旗子嘛 可是这个人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上面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他看不懂还是说他真的没有见过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 因为确实台湾的国旗在中国 很多年轻人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旗的 除非你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会知道 但大多数人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拿给他们看 他们不知道这是台湾国旗 对 懂历史的人可能知道 但也有可能人会认为是中华民国以前在大陆时期的国旗 他们甚至也就算懂历史 他们也不知道台湾现在还是在用的是这个国旗 所以说对于说中国人不知道这个国旗其实还是情有可原 所以他说M国美国还是啥呀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人说 我不是说中华M国就是他想表达说我不是说中华民国 可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听不懂 他说我不懂呀 中华美国到底M是什么 这也敏感吗 然后另外有点无言了 他说你历史真的要补一补了 中华民国懂吗 他这里就用错别字代替了 他说中华民国把那个华人的华改成了华籍的华 你还真的挺滑稽的挺搞笑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哦这样说懂了 但民国不是覆灭了吗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可是台湾还没有解放啊 他们还是用这旗子 然后这一下应该是对方另外一个人管理员 他是知道大概的意思了 他就是说 你意思是说台湾居然还在用民国时期的旗子 没有用五星红旗吗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 对啊 你书白读了吗 然后对方又说 书上也没有教啊 这个的确 这个也还能 这个还能原谅啊 毕竟我们书上也没有教 说台湾现在用的还是中华民国国旗 但是历史如果认真读的话 确实我没有学过中华民国的历史 有那个旗 但是没有说这个旗现在还在用 对吧 现在还在用 那其实就相当于共产党打自己的脸 打自己的脸了 因为共产党是不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的嘛 所以他说书上也没有教啊 我以前看台湾体育队都用白棋代替 有些场合台湾的棋子都打马赛克了呀 他这里说了体育队台湾的体育队用白色的棋子 应该是讲的是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 主体是白色的那个底色的那个奥林匹克棋 所以他说他以前看到台湾的体育队都是用白棋代替 然后有些场合台湾的棋子都是打了马赛克 他也看不到 所以说书上又又没有教 所以说这还是情有可原的 然后他紧急的回复说 所以我懂了 你是说那个英国钢琴家又出招了 用的是中华民国的棋子 表示支持台湾的立场 是这个意思吧 另外一个说 对啊 然后这个硬死出征的管理员张伟说 所以这也符合入华标准了吧 那么晚点我会发通知到大群 那个群人很多可以传开这件事 到时候就不是小事了 做到辱华这种程度就过分了 闹大了的话 全国网友都会抵制 除非他不想来中国表演了 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发到通知的大群里面 这个英国钢琴家卡网那 好像是在英国的一个公共场合演奏的 所以他也没有想说要去中国表演 他从来没有这个意愿 所以说这个管理员说 如果今天他拿着台湾国旗 这种辱华的事件 接下来他如果通知所有的人的话 群里面都知道了 渐渐把这件事传开 那就闹大了 闹成了一个 入华事件 那这个卡网那 他就来不了中国表演了吗 他就不能来中国捞金了吗 所以说这个网友的出发点是这样想的 卡网那看到也会觉得 我也没有想去你们中国赚钱 干嘛要预设立场对不对 然后 然后紧接着另外一个人说可以啊 现在就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看微博上已经有其他组织和网友自发去骂他了 我的VPN被封了 等网络好了我也行动起来 因此的出征管理员他又说 你把他今天入华的照片发过来 要圆图 因为你披上了中国国旗 其他网友估计也看不明白 就直接发入华的圆图吧 微信没有微博那么严 然后我转发到群里看到的人都会心知肚明怎么做吧 他这是搬石头砸自己啊 入华这种事都不会有好下场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真的把卡网那钢琴师 在英国局台湾国旗的这张圆图传给他了 因此出征的管理员张伟说 好的收到了 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到了1点04分的时候 他发了一张截图 他的群组被封了 然后他说 被封了 太暖心了 想着说要去出征一下 想着要发动大家 说这个卡网那今天入华了 怎么入华了呢 我丢照片给大家看看 你看看 他竟然举着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然后把这个证据丢到群组里面 让大家看看 大家看了之后就会心知肚明 原来这个卡网那多么的过分 竟然想要入华 我们要抵制他 不让他以后来到中国表演 结果呢 结果呢 发出去群没了 封号了 群组被封禁了 哎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暖心的事吗 我想应该没有比这个更暖心的事吧 大家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你们认为 世界上有没有比这更暖心的事 封号了 封号了 I don't know I'll be allowed Stop touching her Don't touch her Please Do not touch her I've come well prepared Winnie the Pooh was so subversive If you have Winnie the Pooh your videos won't be show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You're a dictator and you're frightened of Winnie the Pooh I am into the arts I am into musical expression How music is feared by authoritarians Glory to Comic Con I totally support the Taiwanese This piano was tried to The little pinks tried to shut us down They failed miserably So you might be wondering I didn't know that Winnie the Pooh was so subversiv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bout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the past few days I've come well prepared So if you want to know why I'm holding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Has been banned by the CCP As being subversive And apparently if you have Winnie the Pooh Your videos won't be show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So I am here to support artistic freedom I'm not into politics I'm not a politician But I am into the arts I am into musical expression And this has taught me how music is feared by authoritarians How Winnie the Pooh is feared by authoritarians For goodness sake You're a dictator And you're frightened of Winnie the Pooh I'm like my goodness So God bless you all Glory to Comic Con I totally support the Taiwanese And I totally support artistic expression This piano was tried to The expression was The little pinks tried to shut us down They failed miserably I didn't even know what little pink meant Until two days ago And I think If you don't know what little pink means Look it up So God bless you all This has been a blow for artistic freedom This piano has become a CCP Little pink free zone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the video And that's it God bless A work for the money Tier for the show CCP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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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er儿